感恩天地,感恩宇宙,感恩导师,感恩今天来参加 周二上午场圆满人生经营会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很开心,大家能够起了一大早来到这边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来到这边 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对这个场地还不太熟悉 不过没关系,导师特别为了大家 在中部地区设了一个这样子的天原教育中心 无非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来这边大家一起共振 有一个能量场更圆满的地方 以后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天都会有机会 那只要大家那个有时间都可以一起来共振 OK,好,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还是照例在一刚开始 我会请大家就是做简短的自我介绍两句话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或者说我的推荐人是谁 这样可以吗?可以喔,OK,好,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好,我叫陈树儿,我来自台中黎明路二端 四季八样三十号我在做茶叶的生意 我家在卖茶,有空来喝茶,请来喝茶 好,谢谢,感恩 感恩 大家好,我是蔡树儿,来自大林,谢谢 感恩 大家好,我叫盛文,来自太平,感恩 感恩 大家好,我是枝飞,我来自南团,谢谢 感恩 大家早,我是逸琳,我从大雅过来,感恩 感恩 我新皇家皇祖恩,我推荐人是春安 谢谢 感恩 大家好,我家长生父,我来自福原,谢谢 感恩 大家好,我来自大雅,生辉,谢谢 感恩 大家好,我姓陈明晋萌,我住在大都十二街 谢谢 感恩 大家好,我是依庭,我住南团区,谢谢大家 感恩 大家好,我叫王晋娟,我也是从南团区过来的,感恩 感恩 大家早,我叫秀玉,来工程师乐成 我是张燕大姐介绍官,谢谢 感恩 感恩 大家好,我住南团区,我叫张燕,谢谢大家 感恩 大家早,我是依序,我是来自大顿六街,谢谢 感恩 大家早,我来自台中西屯,我叫美慧,谢谢 感恩 感恩 我们的气都吸的比较短,比较急促,比较慢,比较快 那,所以就是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一个像话 就是,我以前都,我以前在银行上班的时候 我都觉得到了四点以后,收盘以后 我才觉得,今天好像都没有在呼吸 都一直憋着气在上班,那其实那个就是,没有把气吸到我们的那个真正的所谓的腹部里面 然后也同时呢,因为没有把气吸足了,所以同时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把身上不好的气都呼出去喔 所以呼吸,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不知道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有讨论的这一章节以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家有没有做个那个,生呼机的练习 有吗?有 有,有的人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因为,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也不太会呼吸 然后透过这样的呼吸法 嘿 有吗?刚刚说有的人是谁? 好,大家早 好,那个回去的话,就有就有比较练习那个深呼吸 就是在做心拔之前,就会先放老师的那个阴档 先做一下那个呼吸 他会觉得说心比较容易静下来 嘿,真的真的比较容易 然后呢,心静下来之后 你会就是会比较,感觉会比较敏锐一点 嘿,然后气也真的是会比较顺一点 然后做心法,就感觉真的好像会比较顺 嘿,大家可以试试吗? 感恩 感恩 的确就是这个呼吸法,然后它是真的非常重要 然后就是加上我们配合导师的阴档的话 其实就是那会有一个带动的气氛 然后当我们这样子真的在呼吸法的那个阴档 然后我们跟随的呼吸法的阴档在做呼吸法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的心也会要跟着静下来 然后有时候譬如说紧张啊,或是生气啊 其实这些都非常有用 或是说甚至觉得有一点胸闷的状况 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还有吗?还有其他家人要分享一下吗? 我们下次回去做一下,因为这个阴档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刚开始啊,我不知道 我就直接做那个基础心法123 然后我就觉得,诶,怎么好像都连不上线了 就觉得好像都怪怪了,每次都要那个 好像都要特别安静或是说特别静心 然后怎么样让它静心,要怎么样那个可以连上线 后来呢,就那个有其他的家人告诉我 他就说,诶,你有没有做那个呼吸法 我说,蛤,什么是呼吸法? 所以我们就是要就是稍微跟大家广传一下 然后而且就是这个呼吸法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不是说只有我们今天要做心法的时候需要 有时候就是突然一个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然后没有办法转念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呼吸法来调试 然后用呼吸法来调试自己 然后会让自己觉得说,诶,对啊 我刚刚为什么一直很想骂小孩 或是我刚刚很想跟人家吵架 其实这个就是会有一点点在提醒自己 然后做一些那个反省的作用 那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 好,那不然我们先进入那个第13章 13章,13章的部分,还剩下最后的最后的几段 然后,我可以请家人念一下吗? 我请,之妃帮我们念一下好了 173页的第二段开始 应该是上次的 你可以了解到呼吸 不但是人类生存于地球的本能 它的对与错也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 包括健康家庭事业等 全方位都会受到影响 现今社会上的很多问题 新发现的慢性病 及其他奇怪的病变 都和正常的呼吸与否 有实际的关联性 其中虔诚的奥秘 就算用一本书也解释过 我想大家在听我们 我前面所举的例子和一些许论述后 应该不能发现 其实练习一套最基本简单的呼吸法 不但有助于身体健康 还可以让我们开运保命 趋向吉祥幸福 然而在晴雨练习呼吸法之后 毕竟可以达到怎么样的境界 就要看你认知深浅 和练习态度的互相搭配 在这一个章节中 我将教导阳光呼吸法 帮助你健康的提升 日常运气通顺 以及获得更多的生物能量 生命能量 谢谢 谢谢 首先我们端坐在室内或室外空气流通的地方 观想着晴空中温暖的太阳 当太阳缓缓的移动到我们头顶时 观想着太阳光的能量 在我们吸气的同时 正气逼走了体内所有不好的杂质 接下来进行吸而长的吐气 吐到完全没气为止 这时要观想体内所有不好的信息 杂质和气体都已经排出了体外 然后我们头顶上的太阳 散播着无限的爱 这些爱化作温暖的阳光 围绕着我们的四周 我们徐徐的将这份阳光的爱吸入体内 因为希望拥有更多的爱,我们要深藏的吸气 直到我们绝对满足为止 当吸饱了一口充满爱和温暖的气时 先把这口气憋住 观想刚刚吸入太阳的爱 顺着管道经过我们体内所有细胞 器官和组织 将原来细胞器官组织里任何不满足 不正常不好的杂质都交换去除后 身体里充满着无限的爱 这时再用嘴巴深吐一口气 把刚刚那些不好的 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慢慢吐出来 而且要吐得彻底 当你每天都能静下心做这样的练习 不但可以吸收宇宙间的正能量 还能轻松排除身体内部的负能量 只要你依循这种方法 持之以恒的练习 假以时日 不但你的身体会有某种奇效的正向进步 你的心灵情绪也都会趋向平稳 使你随时都可以从容不迫地走出困境 好运气和人生的黄金岁月就此开始 当你愿能感受到阳光的爱 并且深深的一再感恩 这份爱将会带领你走向人生的丢播 也切记将此方法以及爱与感恩这两项重要的元素 传播给世界上需要的人 深刻的感受 原来就是阳光呼吸法就是要配合我们观想太阳 对不对 当我们如果可以观想到太阳 在我们头顶上照着的时候 其实那个呼吸的效果可能就是会更强 能量吸收的会更饱满 那在譬如说我们礼拜天去发书的时候 那天其实我们刚开始太阳并没有很强 可是因为导师他会导师之前他都有带一个心法 然后他希望我们去发书结缘给很多有缘人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能量会饱满 而且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个什么爱与感恩 传播给更多的人 那所以呢 所以就是导师带的那个心法 他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在很顺利的状况之下发书 那其实发书的同时呢 我们在接受太阳光的那个照射 其实我们也有在同时接受太阳的能量 所以呢 其实我们接受了太阳的能量 然后我们再把书发出去 我们把那个我们这份爱发出去 那同时呢 我们就会感 我们就会同时接受到那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然后那个那个爱与感恩 就会同时再回到我们身上 那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发作这这样 这项所谓的外功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哦 那他也让我们在在此体会到就是天地的爱哦 其实他一直都在降临给我们哦 那 诶 最近有去发书的朋友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都没去发书不会吧 呵呵呵 之前就是发的比较说没那么顺 然后这一次去发就 感觉就好像比较顺利 然后 人家也比较愿意听我们跟他互动 然后 讲一些我们书里面的好处 还是有跟 因为我都会跟着他们一直走 就顺便介绍一下 对啊 然后就觉得感觉很不错 然后最近就感觉比较 跟人家沟通的话就会感觉 比较能沟通 对以前人家稍微沟通我们就开始 不爽了就跟他吐槽了 现在就 现在这人都完全听人家讲到完 然后再开始想怎么吐槽 呵呵呵呵 也不是 就是 就是很能顺利让人家全部讲完 然后我们再 再跟他用 反正就会一直升起那种感恩的心 我觉得也是有点 有点假 又好像是真的 对啊 就觉得好像有在改变这种 人的个性这样 对 然后 可能做心法啦 心法123真的是 能够接收到很多的 正面的能量跟讯息 对 这个就是最近小小的改变这样 呵呵 感恩 感恩 感恩喔 感恩圣文的分享 其实圣文非常的真喔 那 他也很客气啦 他说 他说好像有点假 可是 其实有时候你就是见假修真啦 对不对 你就在感恩感恩当中啊 然后你就突然发觉 诶 我不会想要一开始就跟人家吐槽了 对不对 然后你不会 你不会一开始就想吐槽 说 那久了以后人家就会觉得 诶 这个生活变得很有气质耶 那个变得非常温文如雅 不一样耶 大家都跟你的那个感觉 那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好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 超级社会密码的那个心法 就是这么厉害啊 这么棒啊 对 然后只要 可是重点就是 虽然它很简单 但是重点就是 我们要每天 那个持之隐恒的练习 而且呢 就是 最好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在白天 最好是早上的时候练习 然后 比较能够接收到太阳的能量 甚至呢 就是 就是 我刚开始我就是都是会 看着阳光啊 希望自己可以 有一点点照到阳光这样练习 感觉呢 那个 更温暖 然后那个能量更强 对不对 白天啊 最好是白天 因为 白天当然就是 阳气比较盛比较足嘛 所以 这样是最棒的 然后还有其他家人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我今天看到那个 森辉 森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哦 我那天听到他分享会 中气十足耶 那个 下了一大跳那样 我觉得那个 他的状况非常非常的好 可以请森辉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吗 很高兴看到各位 没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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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看到各位 很高兴看到各位 我没啥要说话 这就是 每天 跟太阳光光打声照顾 没有那么感恩 我从心中体会 谢谢 大家看看他的笑容 跟我们上次他来分享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而且呢 他就是那个笑容 是不自主的 有没有 以前我们第一次看到他 因为我跟他真的很不熟 那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就这样子 可是他现在 随时随时都有一个元宝的笑容 有没有 对啊 元宝的笑容久了之后 就是那个 一切都会很富足 大家知道 会很富足 生活 各方面都会比较 进步 会比较富足 所以就是要 常常 那个 效果常开 然后面带笑容 让自己 那个更 心情更好 不自觉当中 就会心情更往上提升了 那还有吗 还有家人要跟我分享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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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享一下 其实 只要在参马 真的有认真修行 学修识练的人 他一定常常嘴上会挂倒 微笑 而且是从内心里面 因为 有时候你可能 看到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还好 我真的有进来超级生命命 因为他在无形之中 你的守护者 时时都在保护你 那有些人就想说 哎呦 很麻烦 每天都要做心法 其实心法真的 不难 真的很简单 做着做着就很习惯了 因为是一个自己 自己的习性 会产生出来的一个惰性 那这个习性影响到了 就是惰性 那当我们有惰性的时候 可能就 啊真的 啊今天你没做 我去名字怎么做 结果名字怎么做 也是跟名字再做 有没有 我们不是只有这件事情 就很多事情 常常都有这样的现象 时会因为一再的拖延 当你拖延久了 你就会忘记了 就根本就不想做了 因为就有一些想到要去做它 可是心法 不忠于恶山 真的是在保护我们 应该如果来抄马一段时间 你会知道说 抄马真的 因为你的心法老实照做 实修实练 内功就是步骤123 外功就是结缘 结缘有分 比如说朋友跟朋友之间的结缘 那再来就是去发书的结缘 那在这当下还有所谓的叫共振 共振的能量通常都会比较大 所以很多不会发书的朋友 我都会建议你们如果说可以 就是在加入的时候跟大家去共振 其实因为在共振之下 你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像昨天彰化有一位家人在跟我讲说 他不太会发书 还好昨天有去 不然他根本就不敢发书 因为他是看着大家 因为就是发的很自然 所以他就跟着发的很自然 事实上这个人是从哪里来 我曾经有分享过 这个人就是他在台中一个中医 看中医整首有看到一本疗医 然后那疗医是我放的 后来他四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就是三月底四月初 我们有一场也是台中旅展 在大海洋展览馆 他去看展览的时候 又收到我们发给他的书 就因此是这样子进来的 那进来之后他第一次也到 昨天到旅展览我们去发书 你看他也是这样 别人发给给你们的时候 你们在哪里也很顺手 哪不哪嘛都很顺手 可是当你要发出去的那一本的时候 你是不是自己能够顺手 他接不接我们都要顺手 当你接了你练习了 其实这些东西 你就会在自然而然的很简单 其实都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而已 大道之简 不用想的太复杂了 它很简单 再也就是说呼吸法 其实你呼吸着呼吸着 为什么 启方刚刚他讲说尽量早上做 因为晚上你一天忙碌下来的时候 其实累了 你心法坐着坐着会睡着 尤其是你呼吸法坐完之后 因为这我有体验过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 呼吸法练习完之后整个人静下来 结果心法开始就睡了 真的就睡了 然后你去睡很多天 我就想要奇怪 心法一坐就睡 然后现在知道是因为你整天下来真的太累了 所以当你沉浸下来的时候 你身体整个放上的时候 你人就会睡早 所以尽量就是早上可以 就是早上早一点起来做 其实你早上早一点做的时候 你整天的精神就会变得很好 然后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也会变得比较顺 这个在心得上 当然如果说你们心得有常看的话 很多人家人会分享这一块就是 大家早上起来做完 整天在做事情是非常的顺利 不管一些小的细节什么 他就比较容易静下心来处理 不妨大家去实验看看 还是很多问题就是都要自己去实验 你愿意实验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 你不愿意实验 那个永远都是别人的 因为只要别有实验就是别人的 那自己没有实验 因为自己永远是理 所以要跟不要还是选择权在自己 好,谢谢 今天还是有几位新朋友 那我们把这一句 那个第十三章最后一句的 那个太阳新语 我们先一起念一次好吧 175页 用正确的观念方法及调动天地的能量 来调视古竹和圆满先天及后天中某种幸福里的差距 将它调到一定的水平 命运就改了 太阳盛德导师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就像前面讲的 很多人世间的事情 我们可以用人世间的方法去处理 可是超越人世间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用心法来摆平 但是用心法摆平的话 我们还是要用正确的方式 还有有好的逻辑观念 然后我们才可以来调动天地间的能量 那刚刚 刚刚有家人朋友 因为就是可能 可能是新来的朋友 然后或者说刚接触没多久的 然后所以呢 也可能对这本书 可能我不太清楚不太了解 所以呢 我是不是可以请一位家人帮我念一下 念一下我的封面 玉娟你可以帮我念一下 超级生命密码 一本生命之药 解开你我千年迷惑 揭开生命密码 即得重生乐趣 量身塑造太阳般光彩 生活宇宙丰盛祝福 道出浩瀚星空 音音齐许 引领拾起宇宙能量 改变生命地图 承韵光的祝福 启动生命奇迹 在你开启本书密码的同时 永恒生命的智慧 与宁静即将一一被展开 持有本书能量生命即已圆满 轻松拥有密码之妙 解开所有的难题 浅显易懂 告诉你光的神秘作用 令你世世如已 作者太阳盛德导师 对于新朋友来讲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练心法 其实这本《超级生命密码》的这本书当中 只要它是原版的 不能是盗版的 不能是那个 它原版的 它就是有很多密码的加词在里面 所以这本书里面总共有九大心法 九大心法里面导师要求我们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书看完了 然后才可以做基础的 基本浅修一二三心法 那之前呢 就是 其实一二三心法 它是在前七章里面 它是集中在四到七章 但是呢 我们还是希望 就是说新来的家人 家人朋友们 可以 可以在了解整本书的基础概念之后 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逻辑概念之后呢 再来开始做心法 它会比较 它会比较 入心入灵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 有很正确的观念 那在为什么 太阳圣德导师他其实是 主修 主修电机工程 那县旅居美国 自幼喜学宗教真理 十四岁时由耶教入门 开始几十年的心灵追寻之旅 那涉略包括佛道如耶密 2005年呢 巧遇恩师任君 开启了灵性管道 超越身心灵 将界的返灵 使其灵性层次 有了突破性的要升 近年来致力为人们解惑 提升心灵素质 是位深受敬重 与信赖的 身心灵咨询师 在身心灵领域著有多本 华文和英文书籍 论者遍布全球 其在世界各地 无数次巡回演讲中 举办各类主 主题的培训课程 接受到广大的回响 无数人因此扭转命运 获得真实丰盛的人生 目前为天原文化咨询顾问 机构负责人 美国催眠师学会认证催眠咨询师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精神导师 这一次我想大家非常非常有福气 因为导师在这个礼拜天 有就是8月26号 在台中的迷你弹 有一场就是 几千人的 三四千人的一个 这样生活更富足的 讲座 这个讲座很特别 它是一个就是结合Q&A 还有心法 其中导师会在第一次发表的 那个富足心法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有人会问说 可是我没有任何问题 我为什么要去参加 其实别人的问题 有可能是我们的问题 今天我们可能想不出来 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其实在我们聆听别人问题的当中 也许他就提醒你一些观念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尤其是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觉得最近可能 譬如说你有一些负面思考 负面能量比较多的人呢 你也可以邀请你的负能量 跟你一起去听 我相信你的负能量 如果听了以后 他一定会 他一定会也同时受益的 所以我觉得这场这场的讲座 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请大家一定要就是 不但是自己来参加 那也要邀请你的朋友 一起来参加 OK 那等一下呢 等一下就是 呃 我们这边还有一些那个 呃 8月26号的DM 那请每位家人大概 带个10到20张回去 分发给那个邻居街坊 或是你的好朋友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 療育权利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去接引人 然后去请他们一起来 参加这样子的盛会 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 体会到那样子 就是对我们的能量增加来讲 会有帮助 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 然后或者说我们可以请附近的 比如说像有一些素食店啊 那个素食 不是那个不是卖到那个素食 或是说有一些店家 你觉得好像平常 我们跟他比较有一些交流的 我们可以请他 让我们贴个海报在他店里面 然后跟大家节约 有一些书啊 或者说有一些DM等等 那接着我可以请大家来背 分享一下吗 支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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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享那个发书好了 我分享那个发书好了 就是这个大姐 我去讲电话了 她是我发书的时候 就是遇到的缘分 然后那一天我是 我记得我好像是 因为我有发愿 所以我有请太阳公公帮忙 就是帮忙我 就是找一些人 那我互动 可以参加8月26号的那个活动 然后我就发现 她在听我讲的时候 就特别有意愿 她就觉得 她这个是什么 她会提问题 那有些人是你发给她 她可能笑眯眯的 有些人就是觉得 这个是什么 然后我一定 如果她有这种反应 我一定会跟她说 这个不是宗教 然后她就会 立刻比较安心一点 比较容易接受 我们发给她的书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在 短短一个多月 我就发了八百本 千年之约 然后我都是扫街 就是我可能就走这条路 我全部的店家我全部通通发 然后我都是发店家 我不会发给路 我比较少的发给路人 因为我有发现 发给路人 他们比较不容易接受 而且你在路边发 他们比较有戒心 他们会想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比较多人有这样的反应 可是如果你去店家发 他们接受度非常高 大概十个都有七八个 他们都会接受 拒绝的人很少 对 然后这个大姐 就是我发说的时候 互动来的 那我也顺便分享一下 就是那个呼吸法 但是以前我们做的 就是呼吸法 其实有很多种 然后太阳圣德导师 他也有说 什么样的 你怎么样呼吸 其实都可以 你也可以交替 比如说 你吸气比较长 或者是 吐气比较长 其实都可以 或者是有时候 他就会叫我们 吸气吸气 就是连吸两次 然后再一次的深呼吸 就是你怎么样呼吸都可以 那我记得以前 我们家老大上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有学一个呼吸法 就是我们吸气都是比较 短 然后吐气是比较长 我们那个呼吸法是这样 然后我会带我女儿做 我记得她上小学的时候 因为她比较怕生 然后老师就跟我说 你女儿怎么上英文课的时候 都躲在那个椅子的后面 她就是没有坐在她的座位上 然后躲在椅子的后面 然后她好像很好动 然后她跟我说 你要不要带她去检查 她有没有过动 后来其实我有跟其他的家长 碰到面 她说她好像跟很多家长都这样说 都说你的小孩有过动 然后因为我隔壁的妈妈 她也是说她也这样跟她讲 这样子 不过我就是她这样讲了以后 然后我以前那个时候我上心理学 然后我就回去 我就跟我女儿说 哎 那个 我说姐姐我跟你讲 你以后不要吃肉 因为动物就是一直动嘛 所以她可能会比较好动 我说你就是要是吃学校的菜 但是肉不要吃 然后她就马上停下了 从此以后她很少吃肉 然后我就说 那你 我每天带她做深呼吸 然后我都是用口令 因为老师 比如说老师叫我们听音档 就是用有形带无形 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像 所以她就用口号去讲 然后让我们比较容易连结 那我就会 也是会用嘴巴带她就对 我就会说吸气吐气 然后做完以后她过了一个多月 还是一两个月就对了 她考试就考 她都考前三名 然后中控都很良好 就是这个是我体会到 那个做新 就是深呼吸的那个呼吸法的效果 这样子 嗯 谢谢 各位分享 感恩 感恩那个吃飞跟我们分享 就是呼吸法把它用在小孩身上 回家试试看 嘿 我是前两天突然发现就是 如果小孩她不太想睡的时候 因为我刚好在做那个 太阳心法 然后我就说你在旁边 跟妈妈一起做太阳心法 结果她坐着坐着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说好热喔好热 我想说还好啊 在那个冷气房里面 她怎么会说好热好热 所以她是真的有 她真的有 对 她有进入状况 然后后来呢 欸我就发觉她怎么睡着了 结果又多试了一次 我发觉欸 怎么会太阳心法可以把它催眠睡觉 所以 太阳心法会热 对 因为我们是接受到太阳光的能量嘛 可是我们要在做太阳心法之前 我们还要做什么 我们要先做那个 忏悔跟发愿心法 让就是让负能量 她愿意让我们去接收太阳的能量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 我们要做爱与感恩 就是我们可以感恩 今天所有的万事万物 今天所有的人 不管她是对你好的 或是她对你不好的 然后我们感恩 她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体会到说 喔原来我可能以前做的不够好 所以她会这样来挑剔我 然后当自己变成一个 比较好的受体的时候 我们再来接收太阳的能量 你就会接受的比较多 所以你就会觉得会热 对啊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同样的 同样的场景 然后你看有时候 有些人会很热 可是有些人 他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那所以我们要把 我们要把 让自己变成一个好的受体 这样就会比较棒 对 你讲比较不会感觉 你说比较不会感觉 你说比较不会感觉 是大家都在一起对 也可以自己单独 没关系 我们可以那个私底下来讨论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 就是我不曉得现场的 家人朋友们 是不是已经download 那个超级社名密码的 梦想舞台 有一个这样子的APP 等一下如果还没有download的人 可以留下來我們一起來download 因為這個夢想舞台的那個APP裡面 它就有教我們譬如說怎麼樣做 七十五前七八一二三 然後同時呢裡面還有那個 蔡里旭老師的弟子歸 因為我們看超級生命密碼 那它是讓我們去跟我們過往的 過往的業力 然後達到妥協以後 讓我們生活比較好過 但是因為譬如說我們在做內工外工的同時 其實就像一個水桶一樣 如果一個水桶它漏了有漏洞 然後我們今天要裝水怎麼樣都裝不滿 所以呢要怎麼樣讓自己不漏 就是要看那個弟子歸 那弟子歸它是一個很好的最基礎的道德規範 那當我們看了弟子歸 然後一項一項去檢視自己有沒有落實做到了以後 那就會讓我們的那個德性會更增加 德資量會更多 好OK 好 感恩 那還有沒有其他家人要跟我們分享的 我分享我昨天就是早上起床的驚喜 就是我女兒已經讀國山 然後她因為讀國山 所以她要提前開學 所以昨天她是上學的第一天 可是上學期的時候 她經常不想上學 就是每天我都要起床 然後就是要拜託她上學的感覺就對了 就要催她趕快起床啊 有時候她講一遍她還沒有起床 就是賴床 然後接下來我就趕快去準備早餐 準備好還要趕快弄給 端到她前面抖 就是給她吃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還要開車載她去上學 呵呵呵 就是這樣 很辛苦 呵呵呵 其實如果做這些事她很開心 可能我們會覺得也很開心 可是因為她就是拖拖拉拉 然後又不去上學 然後有時候甚至她會說 我今天可以不要去上學嗎 然後而且她上學期要開學之前 一直跟我討論說 媽媽我可以在家裡自學嗎 她根本完全不想去上學 然後以前有補英文課 英文課繳了錢就是全部都沒有去 然後後來 就是昨天我就是起床的時候 她已經起床了 我完全沒有叫她 而且她就是 我一起床的時候 我就看到她在燙青菜 燙那個秋葵 然後還煮了一顆水煮蛋 然後接下來還用那個 她還煮那個鮮奶 把鮮奶加熱 然後我去有機店買那個藕魚 她還把它丟進去 我看起來好可口 哈哈哈哈 就是很豐富 然後做完早餐以後 我就看她已經自己在弄早餐 我就去做我的工作 我就打電腦 然後她吃完早餐以後我就說 欸妹妹我就拿了鑰匙 我說妹妹我們今天媽媽的車子 就是送修 因為就是輪胎破掉 還在那個修車場 我說媽媽今天只能騎機車 帶你去上學 她說媽媽今天還很早 我可以自己搭公車 哈哈哈哈 然後她這樣講以後 其實我有一點愣住了 這個好像跟以前的情況差很大這樣子 我真的有點愣住了 喔好好你要搭公車 好好拜拜 她就去搭公車這樣子 我就覺得 哇怎麼會差這麼多 就是前一天我去參加了一場那個分享會 然後分享會完以後 其實我本來覺得那場分享會沒什麼 因為就是那一些主角有沒有 然後在上一場我已經有聽過了 就是我有看那個直播影片 所以其實我幾乎都聽過了 然後我可能就是在心裡面感覺 那個感覺我已經感受過了 那第一場我很有感覺 我學會了怎麼深層的懺悔 然後我就覺得隔天我做深 那一天我就做深層懺悔 我就覺得很多就有很多感覺就對了 然後這一次我就反而不是很有感覺 可是回來我就覺得 欸還是生活境會變很多 就是包括我女兒 然後我昨天去嘉義上課回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去上分享會的時候 我就跟陳策大哥 他是我的接引人 那我就跟他說 為什麼好多人都會看到那個太陽有兩顆三顆六顆 我說我一定不會發生這種事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點了很多贊同劑 然後我的眼睛、胃光 我不可能有辦法把那個太陽看得很清楚 因為我看到光真的就是會很刺眼 以前我沒有辦法看那個電腦螢幕 然後我昨天一開車回來我就發現 天啊那個太陽怎麼那麼多顆 然後我就一直趕快把眼睛瞇起來 邊看一聲邊瞇起來看一下 我就發現那個太陽變很多顆 而且一直闖 然後我就覺得 欸,奇怪我不是畏光嗎 我就覺得 喔怎麼會 那一場分享會就差很多 而且我覺得 做超馬的每件事情 那個效果都非常大 就是发书啊也很有感觉 像我发书的时候 我女儿本来很不开心 因为她原本很忧郁 就是碰到那个老师以后 她很忧郁 每次要去读书 她都笑不出来 然后我发完书以后 我就发现她几乎每天都是微笑的 然后就来上读书会啊又接引人 我觉得做每一件事情 你都会感觉那个效果很大这样子 然后还包括我最近很想找很多推荐人 然后我就很顺利遇到医生帮我推荐 还有阳板也要帮我推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恩天地 然后感恩这个超级生命密码 谢谢 感恩 感恩智芬的分享 那其实我觉得智芬应该是非常非常发心的 你看我们的桌子都是自费捐赠的 然后她也很热心地在接引人 你看她爱家爱户了对不对 跟每一个店家这样结缘 然后当然就是她去现场参加分享会可能也有差 可是我觉得最主要是她平常的实修实练 对啊我觉得她的实修实练应该有感动到老天爷 所以给她一些大大小小不一的那个大确幸或小确幸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每天实修实练很重要 那因为因为之飞我觉得我感觉到她特别啦 她特别很热心的跟不管是认识的人或不认识的人分享 那因为这份那个心力我觉得会有一些近视显现在她的生活里面 那当然就是我们如果可以清零 比如说分享会的现场去聆听 当然那个感觉是不一样 因为能量公正的问题嘛 那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要一直一直要邀请大家 比如说8月26号这个是其中的一场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让我们可以转运的可以转运的那个一个讲座 那接下来冬季循环演讲在12月22号这一场也非常重要 但是在冬季循环演讲之前呢 我们会办很多场的那个分享会 那这样的分享会其实是要让我们去接引更多 她还没有认识到超级生命密码的朋友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借重这样子的机会 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更多的有缘人 她可以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 因为因为现在就是天时紧急 然后也有很多的天灾人祸 所以呢像这样子的天灾人祸也会让我们 让我们更加紧急 为什么我们之前是只有不到时长的分享会 可是这个下半年我们是办12场的分享会 因为要更用力的去推动超级生命密码 这爱与感恩的正能量 所以呢所以为什么我们下一章是进入到 第14章是进入到泪洒宇宙能量阶 那在进入到第14章之前 我不知道有没有家人还要跟我们分享的 大家好 就是其实这几天就是晚上我就是有点心里有一些心事啊 然后就是晚上都睡不着 就是半夜昨天半夜起来就是一两点 然后还就是跟一个一个朋友聊到 就是聊了一段时间 然后还是睡不着 然后就想到老师在一个上次活动 所教了写爱的一个字 然后就一直写一直写 然后就是 我就是想那个心法 心 心法 然后就写说三点 然后一个宝盖头 下面一个心 然后再一个那个什么 对 可是我也有点忘记了 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开 就是 因为自己的心很烦躁的时候 我才就是会想办法 就是因为我也有做心法 也有修弟子柜 然后就是每天这样子重复做 可是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会想到之前我遇到那个情商的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过程 然后会觉得说那个挫伤 就是会在我心里面 还是有阴影在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就会就是就算我有一个喜欢的对象 但是 但是因为其实就是 现在能力好的人 然后又长得帅气的人 其实都会受到很多 女性的关注嘛 对啊 啊这是理所当然的 啊然后我爸就觉得说 那我这个小女孩很辛苦 因为我 我会就是 会吃醋啦 会嫉妒啊 或什么的 对啊 然后 那自己心里的不安 就要自己去克服 因为是别人在怎么安慰你 或者是关注你 就是 在怎么 就是鼓励你啊 就是看好你啊 或者是什么 其实如果你听不进去 你怎么样都是走不出这一步 就是走不到下一步 这样 就算你觉得自己 就算有时候 就算有时候 我过去怎么样 过去怎么样 可是其实 现在活在当下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昨天 礼拜日的时候 微笑大哥就是 就是挺命命的跟我讲说 过去就过去了 未来 你也不要去想未来 就是活在当下 你现在你要做什么 然后你要的是什么 你可以掌握的又是什么 所以你要去把握这个时间 然后把握这个机会 就是 就是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而且不要去在乎别人眼光 那我真的觉得很感恩 就是今天抽到的这三张牌卡 就是 他说就是有三张 他一个是肯定自己 一个是认清重点 然后一个是投资自己 我真的觉得就是 对我很受益这样子 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点 那 就 就是我对我这个人 就是对自己都比较没自信 那我可以 可以不去 我在工作上 或者是读书啊 练琴啊 我都是可以一个人很专心 就是 都可以很专心的投入 可是 就是 在感情这个 就是情观这条路 真的很 对我来说 我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很难走 就是 就是觉得说 很纠结 然后心情会很不好 然后会胡思乱想很多很多 然后让自己就是 整个心都很烦乱这样 对 就是不管就什么事情 就是自己不给自己一个 就是很好的方向 所以我才想说 我今天就是一定要来读书会 就是给自己一个力量啊 然后给自己一个正面的能量这样子 然后不管怎样就是 就是 其实我以前是很依赖我爸妈的人 因为我家庭背景又学音乐了 从小 我小一年级就开始进入音乐班 然后一路这样子 就是乖乖的 读书的小孩 然后一路长大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的特质是 就是 比较不会受到外界影响 但是 等到我走到社会来的时候 我发现 我要的东西 有时候跟我想的 其实是有落差的 就是有时候 就是 可能自己要去面对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说 我会去面对 但是 有时候 就是要付出很多 那付出更多的时候 才会得到一点点 所以就会觉得说 那是自己的 就是 其实就会觉得说 啊 那就是不够努力 或是什么 要想再挑尽办法啦 然后变更努力啊 这样子 对啊 然后 所以就是 像我 就是也有 也谢谢有些大哥 就是 在我 我考的是代课老师的时候 然后 有一个大哥就是 他跟我说 就是 就是 明天有一个 什么 什么 久德国小的 一个 就是 他们有音乐圈 音乐老师的圈 他是说 如果今天二招 如果有 如果 如果二招 没有招到老师 那明天就有三招 那明天就可以去硬考这样 那这时 也是其中一个工作机会 那所以我现在 可是我不会 以前 我就只是呆呆的 就等那个工作机会 其实我现在就学聪明的 我就是 呃多方面去寻找工作的机会 嗯 就是呃 就是说 态度 还有自己的 观念很重要啦 我因为 我就不会想说 就是坐以待毙 或者是 不去 不去设想 任何可能 然后就尽量去努力 尽量去做这样子 嗯 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感恩那个 伊婷的分享 呃 老师好 呃 主持人美丽的主持人 好 好 超马的家人大家早 好 好 现在回应就是 伊婷的问题 哦 因为 学音乐的人很容易在 超马的那个 有一章 就是 事好事坏迅速远离 这一部分 你自己要去多多的解读 因为音乐 你如果 很多 很多唱歌的歌星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 生命的起伏 因为学音乐的人 最 跟感情一定是相牵连的 如果他今天学的音乐 是负能量 一直勾引负能量 他一定在情观当中 他走不出来 好 所以这一方面来讲 我们就是要特别的注意 很多人唱歌 唱个负面的 带给人家负面的 结果他的生命 故事当中 可能金钱上OK 但是他的感情 他的身体的状况 等等的 因为他就是 散播负能量 那一个散播负能量 到后来也是 回到自己的身上 它是一个逻辑观点 那 分享一个就是说 昨天 因为现在有在po那个 118天 因为爱 幸福美满随日到来的 A2B的直播 那个 不是直播 是那个录影的 刚好有一个网友点一个赞 那点赞的时候 我想说 这个我也不认识 我就跟他加油 加油 后来他又跟我连线 那连线的时候就说 可不可以跟我交朋友 我想说 是什么用意啊 他说没有 只是纯粹朋友 因为我想说是交朋友 这个异性 会比较有点那种 有点反应 有点反应 就是说 是哪个角度了 但是后来我就 看他的原因 对话当中 他并没有那个意思 他就说他心情很不好 那你是 看你的FB的资料 你是心灵导师 等等的 原来他的心情不好 就开始这样聊 聊了大概一个多钟头 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介绍 插几十分密码 慢慢的去导入 然后因为他又有接触 基督教又有接触 慈祭 又有接触宗台 譬如说他的弟弟 在基督教 他弟弟是 算是 就是 飞行的军官 飞 飞机的军官 在基督教 但是 那个脾气上来 翻脸就不认人了 他自己想说 去受洗 受洗这么久 读经也读这么久 怎么还这个个性呢 这就是 有点那个 他也不能接受 那比如说 慈祭 慈祭的部分 就是 蓝百系统 他那个部分就是说 每次 每次在捐 每个月捐五百 也奇怪 大灾难的时候 你们就出现 那这个小 有些我们这个好像捐钱 捐的比较少的 好像 言下之意就是 你要捐够钱才 还有办法 就是他父亲过世 要办法会 所以那个感触 他就对那个很反感 就是说 这个简直是 说是宗教 怎么心理这么不OK 那这样聊聊聊 又说 基督教 或是那个 中台 他去打坐 很多问题点他打不开 那先聊之中 我就跟他分享 我过去也在很多的系统 然后我跟他分享 他说 你怎么 有办法把我的问题给解开了 就这样子 那昨天晚上 大概很晚 很晚大概凌晨的时候 他就说有没有空聊 聊聊聊 我就跟他 再分享 然后他今天就会去高雄的 读书会 经营会 我说 你要赶快 因为他有讲到 他跟他老公的状况 他就觉得说 他老公是个警官 那警官来讲 他想说 为什么 他这样子的老公 条件怎么 怎么没办法长进 就是没办法一直生 但他的条件比较好 就是 寝听当中 我们在听话当中 就听到他的问题点 他就是 所有的问题都是老公的问题 不是自己的问题 那后来 对话当中 因为从下午 下午跟他聊了以后 他就觉得说 他的那个 负面的想法 情绪 突然觉得说 有一股正能量 正能量 来的时候 那傍晚的时候 他老公就是 他就去 下雨的时候 他去买个便当 买那个烧 烧鸭便当给老公 也没想到就是说 他去付出这一点 他觉得老公怎么 会对他虚亚问暖 不然的话 他几乎都是 有点 已经 他们已经分房子睡了 但是 就是那个 那种状况 他怎么老公不长性 而且 别人都能够升官 别的警官 都能够多好 老婆多好 我说那个都不是 因为 一个家庭里面 女人是最重要的 那你今天 我听的话当中 就是有听到一些讯息 就是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也对老公的不OK 那种负面的 那你在引导他们的时候 你又加他这个负面的 那你老公会什么样的感受 那肯定觉得老婆 甚至他的骨肉都背叛他 那种感受是很痛苦的 但是你 他今天又没有离开你们 他也没打你 你应该感恩 后来他开始观念就开始痛了 痛了以后 我就想说 好8月26号 因为8月26号 我有发愿 但是距离那个数字还很远 欸我就跟他讲 欸老师 坐着来了 我就分享其他的一些故事 我还传一些 这次精英会 或是过去几个 Stanley的 还有那个殷琦的 他们的分享 他如果有看 看了以后他就很有感觉 他就说 那他一定要来参加 而且就是那个近距离的 就这样子 我也觉得说 真的是天意 因为跟他谈话当中 也不知道 在昨天的早上 我也不知道 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但是冥冥之中 我们在做天地自会有安排 这是我们所谓的千年之约 感恩家人的聆听 感恩 陈色大哥 果然工艺身后 他还会从天上掉下一通电话 真的 因为他很发怨 他很发心 所以就会接引到这样子的人 那其实 其实我觉得 很多状况之下 就是比如说像那个 陈色大哥刚刚讲的这个例子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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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刚刚那个 一婷的例子 我觉得 在很多过往的事情当中 那 我觉得我们 不妨用一个 放过自己的心态 放过自己的心态 然后 去看过去的这一段事情 因为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最 最没有接触到社会人群的 那个状态开始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是 那个什么 以前 有一个政治人物讲过 他说像 污入丛林的小白兔 对啊 丛林里面好像 很多 就像这样的那个社会啊 或者说公司啊 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 每一个人 他是怀着不同的心思去 去工作 然后去上班的 然后 我们不知道说 这个人是不是他真的对我们好 或者说 我们不知道这个人 对我们这个 臉Q 这么难看 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我们得罪他了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 要运用 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的 爱与感恩的 这样子的方式 你去感恩这个人 然后你去 去面对这件事情 当我们可以 嗯 感恩这个人 然后感恩这件事情 给我们的成长 哦 然后 接下来就是 我们要调整自己 透过忏悔跟发愿心法 调整自己 那 有时候 我们在做 那个忏悔 忏悔跟发愿心法的时候 其实尤其是忏悔心法 我们要比较做到位 那 有没有做到位 其实是我们自己 自己 自己才能够去感受 别人没有办法感受 那 譬如说 有时候呢 你觉得同一个议题 我们还是一直 没有办法去解开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能要多做几次 而且是 真心 真心真诚的忏悔 然后 这样子的忏悔 才可以让我们把过往 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放下 因为 因为 就像老师曾经讲过了 自助 人助 天助 今天 唯有 唯有我们自己帮助自己 去放下过往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才会得到 可能才会得到 有一些有缘人来帮助我们 然后 这个就是所谓 其实有有缘人来帮助我们 也就是 天 老天爷来 派 派遣 派 有缘人来帮助我们 对啊 那就像陈克大哥 刚刚接引到这位 这位朋友一样 对啊 所以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 我们有幸接触到 超级生命力嘛 那我们要很 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 也许等期之内 我们没有办法 可能没有办法 像别人一样 像 譬如说有时候 我们去听分享会 欸怎么那个人 你做那个 123心法 他怎么会获得那么多 那可是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其实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有时候那样子的改变 是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 但我不知道 所以 一定要给 我觉得不管是 你以前有没有其他宗教背景的 你一定要给自己一段期间 那这段期间里面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认真的去做 基本潜修123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认真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 老天爷其实一定会有给交代的 而且如果我们真的很真心诚意的去跟我们过往的负能量做忏悔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负能量他感受到你的那个真诚 他一定会松手的 只是我们一旦承诺了 就一定要做到 这就是 这就是在初级生命密码里面 他最殊胜 但是他也是最 简单方式 但我们一定要持续去做的原因 OK 我分享一下一个问题 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 周六的时候早上 我们在上老师的房屋工修课 在这里 那刚好我坐的位置 就是我的对面是一里一里的前面有一个台南 我来台中上这堂课的家人 那他是一个非常认真 就是会比较认真在听课的人 那刚好就是他的周围 刚好我们有坐了几个我们台中的 尤其是 就是我们有几个去打扰到他 那其实当下我就知道啊我错了 那我心里里面就不断的对他这样忏悔 然后神起的是 他当晚回 当天晚上就赖我 他就说 美慧对不起 我不是在讲你 因为他讲得很 他就呵斥的蛮大声 就是请大家安静 那我就突然收手 因为我就觉得啊对不起 因为我当下知道 对在上课不能这样子 他讲的是实话 就是说当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恭敬心在那边听课 那边恭敬心那刚好就是那个当下 刚好我们有一点小事情在讲 那刚刚有讲的事情是也有跟 比如说可能正常有某一个点 刚好只想到就马上做这样子 结果那他可能有听到我在干嘛 所以他并不是在怪我 是说他的对面两个就是吵到他 就是一直讲一直讲 他有告诉他们就是不要再吵了 那可是我觉得那当下不只是他们 我们自己也有错就是说 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 我错了耶 我真的就打扰到别人上课 因为人家是非常认真跟恭敬 那我们自己的恭敬心在哪里 那我插回着插回着之后 晚上就马上跟我讲道歉 可是事实上是我对不起他 不是他对不起我 因为他是很认真上课 我们打扰他 那他也好意 虽然只是口气上突然比较严厉 那其实他严厉也有道理 那就是说今天在上课 你到底有没有恭敬老师 因为老师在上面上课 那我们在下面讲话 有没有 寻整一个彼此之间 所以有时候就说 我们上网都恭敬我也是 有些人觉得你说我赶快回一下 或者说跟朋友说我现在在上课 等一下下课再回你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 人跟人之间的能力 就是一个手机 一直在那边缓 然后我都有在听 那一直缓 可是真正你去试试看 你到底听进多少 通常是零 你觉得你有听 可是你去回去回想 今天到底在上什么 今天到底在讲什么 有没有 对吧 我没有讲错了 那连结的就是说 我刚刚又想到 我昨天晚上一个梦 那个梦就是 我那个镜里面是一个就是 我好像是人家一个 刚结婚的 就一对新婚夫妻这样 我是那个老婆 然后就有一个镜里面就是 我是比较那个随性的 比较不受管教的那一个 然后对方是一个善妒的 善嫉妒的 那其实他也知道我没怎样 但是就是他会有一个很嫉妒的心 就是说 这个老婆在干嘛 都不陪我 不怎样不怎样这样子 然后都丢着她 然后我就 那我在里面是 我一个理所当然 我可以这样 理所当然我可以那样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一个考的一个镜 就是说你在这个当下的时候 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 因为一切不得绑求自己 对不对 就是在这个里面 我就突然领悟说 原来我还有这个关卡 在我的镜里面的一个婚姻镜 我还有这个关卡 其实是一直没有过关的 因为我现在是单身 单身十几年 然后突然会有这个梦里面 就是说 我是不是有曾经减好过我自己 事实上里面每个孟姻镜 也是很年轻 那个男主角也不是我前夫 可是我突然就联想到 原来以前他给我的自由 我都当作理所当然 有没有 有没有没有 曾经自己也常常这样 就是说 父母给你的 你都给所理所当然 对不对 先生或者他那给你的理所当然 有没有 很多啦 很多啦 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的相处 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 我们经常都会把很多的事情 当作理所当然 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叫做感恩的心 还有叫做一个饮水思眼的心 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在内心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刚好这两件事情 让我突然有这个想法跟领悟跟感悟 有时候就说很多的事情 我们要先做一个深层的 忏悔自己 曾经过往做错的事情 因为从 当你在做的忏悔心法 你怎么忏悔 你对你知道 你记得的事情开始做嘛 因为很简单啊不难啊 你记得什么 你做错事了 然后出来开始做 那做着做着哪一天 你没有做到会你忘记了 有可能就像我这样子 他们在梦中就提醒我了 对不对 曾经过我那一段 我没有做好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把他 好好的跟对方做一个深层的忏悔 后来这个会一直乱 会一直乱 因为老师曾经在 老师的音团有一支 他也有提到就是说 曾经有一个 去跟他一对一的学员 他每一次要讲到 就是要讲到要结婚了 就是跟对方恋爱恋爱到要结婚的时候 一讲要结婚就无几何钟 两个就分走了 而且不是只有一段喔 不只书本讲过 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 这个人台湾的喔 老师谁也在诞书的时候 是还在美国 但是另外美国的喔 所以不是只有一个案例喔 所以为什么很多事情 我们行有不得的时候 一定要烦流足迹 一定是自己 有某些事情的地方 就是没有做好 没有做到位 在这个地方而已 这个是我自己的深刻体验啦 那当然就是说讲出来 也希望大家能够一格深思 自己的问题所在哪里 好 谢谢感恩 我今天没有办法体验 好 没有办法体验 那这个也没做好 还听这体验喔 其实喔 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的是 就是刚开始我们 我记得我一刚开始 接触召集社秘密嘛 然后我要开始做 一二三心法的时候啊 当然就是我们看了那个地子规 蔡里旭老师讲的地子规以后 我们就会有一些 就会有一些主题出来 然后我们会知道 就说该怎么样去忏悔 然后忏悔了忏悔了 有一阵子之后啊 你就发觉就是说 欸 今天要忏悔什么 可是 可是 在过一阵子以后啊 当我们很主动的去找出来 就说自己哪一些是做得不够好 不够到位的时候啊 然后又开始睡书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有时候你会做梦啊 你会梦到说 就像刚刚那个美慧姐讲的那个梦 或者说像圣文讲的那个梦 梦到发书 可能我觉得有时候是 不得量给我们一些提示欸 嘿啊 我觉得这样子的 其实也蛮棒的 梦到读书喔 梦到读书 希望他你多读一点吧 那你超级的 嘿 我觉得其实就是很多 空气中 宇宙中有很多的讯息 只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接收到 那有没有办法接收到 就要看我们是不是真心 真心诚意在做 做心法 然后再跟我们负能量 忏悔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 只要我们有真心诚意的 在做忏悔 然后负能量 他绝对会给我们提示的 嘿 一定会给提示的 只是他提示的那个力道是 柔还是猛这样子而已 嘿 嘿 那还有其他家人要分享的吗 那 好 教师好 各位家人 好 刚才突然有一个讯息 就是 我在分享过程当中 我就想到 比如说 有的人会觉得说 他的另外一半 假设我今天 我今天来讲 我碰到的夫妻感情问题 那我之前也曾经有我的初恋 那我的初恋来讲的话 这个条件一定是比现在这个好 那事实上 这就是说 呃 因为依庭那个分享来讲 我有 突然有一个对应 就是说 人 好 古人在讲龙交龙 凤交凤 夫妻是同档次 但是 这个是讲失职的 那是我们什么样的人 我们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的这种磁场 我们就会吸引等同的磁场 但是 人没有往内求的时候 都是一直往外看 那个方向就错了 那比如说 这今天 今天我的另外一半 我会嫌另外一半不好 然后 之前哪一个是 那种感觉很好 其实那 这个人是一个幻象 那个就是我们自己 所谓比如说佛家讲的那种幻象 那 导师也在讲 修超马的人 有两观要过一个就是 情观 一个是前观 那情观的部分 包含很广 夫妻情 父子情 亲情等等 友情 同友情 都还盖在内 有时候因为 我们就是 呃 好心想要帮助别人 但是呢 我们没有用智慧 这个就要借助弟子规 来给我们正确的观念 也就是中庸之道 也就是中庸之道 我们帮助别人 不能让他的习性加大 让他的 另外一个角度也是 我们是不是有介入因果 所以这当中有很多的角度 是可以去贯穿的 比如说 呃 这个来讲 人家讲 夫妻是少欠借 好 那这句话当中就是说 我们过去的 累生累世 我们的冤亲债主 我们就以我们不要讲这个 死空拉那么长 我们这一辈子 我们要欠这个银行钱 债权能 我们就是要还他嘛 这个逻辑 那如果说 我今天会碰到人 一定是 不是他是我的债权人 要不然就是我的债务人 那通常债务人 他就会莫名的对我们很好 那债权人 我们碰到那个债权人 莫名的就是要 对他好 因为我很清楚 我就是 太多的债权人 一定会出现 所以 其实很感恩就是 天地的一个 一个怜悯 让自己还有这个机会 那我觉得就是说 今天刚好抽到这个牌卡 就是切实行愿 切实这个也是我要学习的一个角度 因为事情很多 但是要去主事 事情大 事情小 取决在于自己的掌握 忏悔发愿千万不能和系 曾经忏悔了就不要再犯 曾经发愿了就不要忘记 要切实如行愿 这个部分来讲 我记得导师有讲过 如果自己每天做忏悔的时候 就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左边一页 这一页就是写我忏悔的内容 右边这边就是我要去行愿 我的时间 我的数据 就写出来 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太忙的时候 突然那个 尤其是现代人 因为红尘的负能量太大 会常常让我们就是 在忙当中突然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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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性很强 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 真的是很神奇 抽到这个卡 而且修行没有捷径 要落实步骤一二三 还有摒弃步的念头 因为内在有时候在 比如说我们在做业务设定的时候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碰到挫折 是不是自己会产生 步的念头 就是突然往负面的方向去想 这一点我一直在察觉 确实有 自己跟自己比是有进步 因为有察觉到这个特质 那今天又抽到这个 摒弃步的念头的时候 最近因为这个826的事情 导师即将来 包括明天来讲的话 导师会来这边共修 全省都会来这边 而且这能量相当强 肯定会急报 大家一定要来 7点到晚上7点开始 对 因为有的人下午车里 就来这边摆 对 好 感恩家人们的聆听 感恩 感恩 感恩刚刚陈澀大哥的分享 因为事实上 他刚刚抽到那三张牌卡 我好像前一阵子也抽到 我知道 我们都抽到差不多相当的牌 像一样的牌卡 那其实 如果我每天 每天有透过这样抽牌卡 跟天地共振的话 其实你会发觉 有很多事情就是 老天爷一直在提醒你 可是我们就是 有时候真的就是 要很确实去执行它 然后当我们很确实去执行它的时候 我们才会体会它其中的殊胜跟奥妙之处 那还有其他朋友要分享或提问的 不然我们就要进入那个咯 进入第14章 内洒宇宙能量皆 刚刚念到哪一位 我忘记了 第14章 内洒宇宙能量皆 这两年的新闻报导里 几乎天天都可以听到 世界各地 发生天灾远过 渐渐地社会大众 产生了一种倦怠的情况 因为大家听多了 这种古面的新闻 已经觉得见怪不怪了 在新闻发生的当下 大家都总是那么应景地 表现出心有所干预或灵敏 可是几天后 一切事情就好像不曾发生过一样 以前如果某个国家 发生了七级以上的大地震 全世界都会非常震惊 而且积极地去响应救助灾民的行动 但是随着劣势的天灾人口 越来越多 虽然大部分的人还是包有一颗测影之心 不足以一些行动 响应救灾的工作 可是你会慢慢发现 人们心中的爱心和建议永远 所以为了精神已经随着时间发生的平凡 加高了自己 帮助他们的意愿和评判标准 反句话说 人们已经慢慢对世界各地的天灾 和种种社会乱象 呈现半麻痹半麻木的状态 最大原因就是这么多无缘问题 渐渐连续地发生 在过去的岁月里加起来的天灾 也没有这两年发生的多 一般人对这样的变化都深感无奈 但仔细去观察 每当这些天灾人祸发生时 我们看到的大多只是各界民众 发挥自己的同情心 有钱出钱 有力处理 便具各界不同的能力 做一定程度的协助和资源 从除此之外 我们不曾看到有什么世界性的 土之积极地去证实问题 从这诸多天灾中去结论 正确的原点 从真正学习的角度去理化 一件件不幸在发生 感恩 谢谢 谢谢各位 感恩 这一张老师提到的 累撒与寿能量阶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读到的 第一段跟第二段 大家都认为说 好像地震或是台风 它就是一个天然的灾害 然后它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预期 所以它就会发生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了 是因为人类做了太多 让天地宇宙生气的事情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 可能我们不应该做的 也做了 然后呢 不应该卖了 不好的商品 不好的油 也卖了 然后反正也觉得说 大家都吃也相干无事 然后 钱也进了自己的口袋 然后呢 A看B这样做 所以呢 A也跟着做 然后C看A这样做 C也跟着做 所以呢 越来越多人 他觉得 好像做这件事情 没什么了不起 那就不好的事情 就一件一件的 就是 不道德的事情 是一件一件的发生 然后 之后才形成所谓的天灾 那所以呢 导师在这一章里面 他是很宇宙的心肠 提出一些 提出一些他的看法 那我不知道 就是大家对于 刚刚这两章里面 有什么样子的 心得 或者说 有什么样的见解 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吗 大家都不想看到 天灾 燃火的发生 但是 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各 谢谢 感恩 这是 我抽到一张那个叫什么 看重自己 当然能 当能够了解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天子 做事就不会任意而为 懂得凡事几年盛行 不小看自己 更不会再抱怨天年 谢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所以导师在不管是在供修课程里面 或是说在我们的书籍里面都有提到 就是今天我们有幸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 每一个人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自己修好 把自己的能量场修足了以后 变足够了以后 然后第一个我们才能够满意到 就是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家人 那有时候有些状况是说 有些家的朋友们他会觉得说 好像我的父母我想要 他们有一些状况我想要帮助他们 但是刚接触的朋友我们会建议 就是你先把你的能量场修满 然后当然也可以借重 比如说可能发一些人给你的直系亲属 比如说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小孩 那可是呢 可是就是说如果今天他是 不是跟你是直系亲属方面 我觉得可能比较难 可以但是他会比较难 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先把 刚进来的朋友我们会劝他不用那么着急 先把自己的能量场先补足了 当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能量场补足了 我们才可以分给我们的家人 OK 好 那 像譬如说现在最近 最近有一些天災 那其实都还蛮恐怖的 然后气温变化蛮大的 对不对 有一些譬如说像那个 北极的温度啊 或是说像那个 水災等等 最近的那个 台风来的 然后那个水都很大 像譬如说那天我们要去参加 那个礼拜天那天要去参加 桃园的分享会 然后我坐俊贤他们的车子 然后到快到桃园的时候 那个在高速公路上 那个雨整只用到的 我心里就在想 是不是要考验我们 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决心要去参加 真的 当下的那感觉是这样 那觉得 怎么会突然 台中大太阳呢 然后开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下雨 然后开到快到的时候 那个是用到的这样子 那个感觉真的很奇妙 就是一路那个 一路听着导师的歌曲 然后一路心里在默念导师的名号 真的是心里要默念喔 因为那种感觉是 就是好像那个路上 高速公路上 你又要开得很快 然后水又那么多 其实是真的有点恐怖 所以就是大家真的是要用做实验的精神喔 去体会一下我们每天喔 在看超级失眠密码 你先把它看完以后 然后你开始做心法 甚至呢 就是说如果你有那个拍卡 然后你每天每天早上前来 你抽一张 你去看看是不是跟自己的那个 现在的遇到的问题 有一些相应的对有一些相应的点 其实都会很准的 真的都会很准的 OK 好 感恩 那有没有其他家人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分享一下 或是说分享你手上的拍卡 你觉得跟你今天抽到的 或是最近抽到的 近很累同的 大家再听我分享一次 不好意思 好像大家在分享 可是喔 其实我要再重申一下喔 爱出爱返 爱出爱返 就是说你有那颗爱的心喔 在这里共振嘛 把你所受益的去分享给大家 非常的重要 那就像那个自卑 他因为去共振那个爱 然后他平常也愿意把他所知道的 所学习到的去分享给他所认识 或者不认识的朋友去接引他们进来 所以他的静在转的时候 他突然有转到一些很多很多的静 所以他会认为是 这种惊喜是一个小切性 包括女儿的转变 其实他那一篇学者 你如果有仔细看的话 他刚刚讲的比较客气喔 他女儿提到说他女儿想去自杀 对不对 然后就这样一个静 这有没有 对吗 那你看这这样一个静转动了喔 那你说敢不敢动 他如果没有注意到真的哪一点 而且现在小孩子很多 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说 他也要去自杀 有没有 那突然就死掉了 社会行为其实很多喔 所以 不是那种真实的 那真实的 那所以说大阿巴正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当你在接引人的时候 70年的静在转的时候 无形中 会转动的不只是自己 而是你的家人 也会跟着转动 那我分享一下上礼拜二 从这里离开之后 因为这个中间 我的车是放在我们隔壁栋大楼的 就是店面前的那 虽然是马路旁边啦 照理讲 那个马路我拐就可以放啦 那我已经放在那边好几天 因为我在等 等这个月底 我才能逐到车位啊 所以暂时都会乱放 那只要能够有停到 不用花钱的位置 我就会先在你停那里 停很多天 那因为之前也有人 在那边停过好几天 那我就想 欸刚好今天位置没有人停 我就去停 那停了 那刚刚我听了大概三四天了吧 那天就有人打电话给我说 欸小姐你那个车啊 人家喔 那个屋主回来啊 怎样要停啊 怎样怎样弄这样 我说好 那我上完课的时候 我赶快回去把它牵走这样子 可能要12点多 12点多一点 那我就从这边结束之后就回去 回去我就想说好 我刚刚有我就骑机车嘛 我就想说去绕一下看看 我们附近我还没有位置可以停着 不管是要钱或不要钱都没有关系 先停 结果 我先回去的时候 绕那边没有 绕这边也没有 绕那边也没有 绕那边也没有 绕了三个 三个就是我的 我以我住的中心点 比如说这样子 这样子 看了没有 都没有我就想 啊 那也只好把车开到公司去 晚上回来再想办法好了 结果我们车子一开开出来之后 然后我就稍微 又开过去我们家的斜队角的那条路那里 然后我想不然再开去那边看 结果有一台车就刚好走掉了 我去的时候已经被空位 因为我骑机车过的时候都满的 而且那个位置 也不是在人家大楼 也不是在房子的前面 刚好是不用钱 因为我就在想 太远光 如果我可以给我一个不用钱 又不会到人家赶的位置 比较OK 就是我等到我车位可以租了以后 我就 就是差几天的时间这样子 真的就回去啊 很奇妙啊 就这样子也不会只站在那等我 虽然我以为是没有位置 可是我又直觉就觉得我应该再走过去一趟 所以我就走过去就看到一个位置是刚好空了 那个相差喔 其实大概一两三分钟的时间 都不是很长喔 所以你们可以去实验说 当你在这个系统的时候 常常坐着坐着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小切性 其实如果可以你们有在群图里面 你可以去看一下笔记本 其实我常分享到一些小切性 就是贴地给我的礼物 那这个礼物你们也可以拥有 就是看你要的不要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感恩 还有其他家人要跟我们分享吗 有关今天抽到的牌卡 那有 刚刚有家人说是 是真的吗 对不对 就是我女儿啊 原本是跟阿公阿妈住在一起 但是我有一天去一家庙拜拜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算是神明 他说你要把这两个小孩子带回来 否则明年会出事 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 我原本心里就觉得 应该要把他们带回来 然后后来我就把他们接回来 自己住 就是跟我住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就是今年跟去年都很忙 我在研发产品然后开公司 所以其实很没有时间可以关注到他们 然后就是上个月 我女儿的同学打电话给我 然后两个同学跟我成立一个群组 再来成立一个群组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一起谈事情 然后他的同学就跟我说 他们两个都跟我女儿很好 然后他说以前 他们是国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以前国小的时候我女儿很开心 然后到了国中的时候 就是遇到那个老师他很不喜欢 所以他有时候莫名其妙 就是心情不好 有时候就会哭出来这样子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女儿去药房买了很多种药 然后把他夹在一起 还喝下去 但是因为他觉得太苦了 所以他又吐出来 所以他跟我说 这都是真实的 他跟我说 他跟我交代说 阿姨你暑假的时候 不能让云林一个人在家 因为他是 他已经一直释放那个讯息说 他就是不想活了这样子 所以我就 我那个时候都很担心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后来 所以我才 就是很感恩我的接引人 有没有 陈彻大哥 他跟我讲了以后 我就马上投入 投入那个超级生命密码 比如说 他常常9点10点打电话给我 他说你在做什么 我都还在发数 就是发到10点多 我常常发到10点多 还在发数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嗯 就是自己也觉得很多事 所以也有认真做 然后就很多生活境 也转得很快这样子 然后包括我觉得我的工作 也是有很多的变化 就是像上个礼拜就有人 开美髮店 因为我们的产品 会就是推销给那个美髮店家 然后或者是一般的消费者 他也可以在网路上订购 他自己就是我的朋友 他的老婆开美髮店 然后跟我打电话 聊一聊聊一聊 他自己就跟我订了很多货 然后是美髮店家 以前可能这种case 都是要请业务去逃 对 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系统是 其实以前我上过很多心理学 我也有能力帮助别人 就是比如说在感情上 像这个妹妹 如果是我 我就可以帮助你 他可能在感情或者是生活 跟人之间 都可以得到很多很大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过去 我没有办法做到的是 我觉得我的工作可能就会 没有办法赚很多钱 因为我们学到的是 我们要付出 然后我们本来就可能 我有很多钱 就是自己写这样的剧本 所以我觉得超级神秘密码 真的很棒 就是它可以让你的生活 你的家人 还有你的事业都可以很富足 这个真的是很难得 可能我这辈子 这是第一个遇到有这么好的系统 谢谢 感恩之飞非常真诚的分享 有感而发 可是我觉得因为是 他也很真心的付出 因为他很真心的付出 所以他会赚的比较快一点 那个静会不一样 那有其他人 新朋友要跟我分享了 身为旁边那位大哥 跟我分享一下 我看到变得很开心了 我看到变得很开心了 常进来到现在那个 不知道怎么说第一次来 没关系 随便都讲没关系 没有关系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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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讲错了 没有关系 不然我讲话 不过我觉得 刚才我来 那个大哥叫什么名字 他有讲到气场两个 之后我觉得 对啦 嘿很好 待到现在的话 有感觉说 心情我比较好 对吗 嘿嘿 可能是大象的感染 还是 我也是大愛你 這個是莫名的也沒辦法解釋 我也不會講話也不會講 但是心跳比較好 我本來是 我是做麵包 麵包蛋糕是在復興空廚 在台北桃園 就是 做兩三年了 其實在那裡生活也不錯很快樂 但是突然間 我把派題很想說 剛好我兒子是當兵快退伍了 然後 也想要 我在裡面 可能知道我們族群 在裡面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歡我 我突然間 其實在那裡待遇不錯 可是 我就辭職了 反正就是 來到桃園某一家 就跟那個老闆他說 他可以幫我栽培 栽培那些孩子什麼什麼 只要我去哪裡做 結果我回來做 從 1號做到 8號 就覺得不大適合 也跟 講的都不一樣 然後就 就一直休息到這裡 有時候去教人家做餅這樣子 然後其他大概都是在畫圖 其實也遇到 有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說 我有一個朋友 其實這些問題都很 好像也沒什麼 因為好像 就是這兩天陪我一個朋友 他自殺兩次 他環境也很好 什麼都很好 可是他有一陣 我這樣想 就是怎麼會遇到這個 對啊 有一陣的人 你就 就好像是 沒辦法說 我昨天陪他去買 他喝酒 我買一瓶高粱酒 他沒辦法喝 但別人然後就開始 社區幫人家打掃 我去拍照 他說不要把他拍下去 不要讓人家知道 他只講流汗而已 然後他就去把那個 那個 反正就涼亭 每個地方打掃乾淨這樣 叫他發出很有用嗎 對啊 他應該是 我說 他本來是 就我同學年紀像我這麼大 沒有生小孩 他好像有去 去醫生去那裡 做什麼什麼都沒辦法生 然後 他叫 後來他 那個泰國的老婆 跑掉了 然後 又那個 然後叫我幫他介紹 我介紹那個女生 我自己也沒有看過 我是錯過別人 不過那個女生 我覺得不錯 也是透過那個 幫他介紹 然後就生了一個 一個小孩這樣子 我覺得他 家境什麼都不錯 可是 怎麼會這樣子 他如果 又一起來 好像 最近幾天每天都四點多 就出去 到 買個飯糰 我問他為什麼 原因 他就說他在家裡看他 看他老婆 他老婆是大陸的 我說 那沒生好 我真的有痤痤痤痤 很害怕 口氣很凶 他就 受不了 他說看他老婆這樣凶 他小孩 他受不了 他就 就出來了 已經很多天了 就是 到山上 到哪裡這樣高光 他四點多 就是到晚上才回去 對啊 這個也是 我自己的問題也是 我 好像 抱歉 然後 然後 我很 喜歡 畫圖 我就是 好像是 我如果再畫圖的時候 我爸爸 九十幾歲了 他也很 他其實 他 那個日本教育的人 他其實關心你 愛你 他就是罵你 他 他要說我很愛你 他就是用罵的這樣子 然後他只要看到我畫圖 有那個沒講 我一直唸 我在畫圖就會 不在旁邊一直唸 那有時候 自己 我剛才有看那一些 那個是 情緒自己 調戲情緒 這樣子 我自己有問題也是這樣子 啊 我跟我老婆 跟家人小孩子的互動 好像我 我衝回來到這裡 昨天 我們空主 幾屋 幾屋高點主 休假的人 都全部來找我 啊 我在那裡 大家都是 啊 人家說 可是我在我的家 我的孩子 好像都 都不喜歡我 也不會給我聯絡 爸我封鎖 也嫌我囉嗦 啊 啊 我老婆的話 他 我本來是想說 二十六號要 要 可是二十六號要去 教人家做老婆品 本來是想說 找我老婆去 我想 我來這裡 聽聽這裡的 其實我 我以前也對這種 我 我去過如來一種 感恩師父 贈贊師父 可是我一聽 那也跟人 跟人 跟佛教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其實 甚至我 啊 我們總是想說 啊 信仁好像要找到一個 什麼信仁 其實 我覺得宗教很重要 我們不要說 怕說 其實我也很想找到一個信仰 但是現在信仰好像 外國的 啊我覺得我剛來這裡 這個感覺 我一直 雖然沒有讀什麼書 但是我 我覺得我很喜歡信仰的 所謂的信仰就是 要一點科學 一點文學 這樣子 啊 一點這種 其實我一直 相信說 信仰如果 沒有科學 沒有文學 那個都會 好像 會偏差去 好 謝謝啦 謝謝各位 這位大哥怎麼稱呼 人家都叫我大牛 大牛 大牛 這個 影天屠龍記 張無記的話 叫大牛 張大牛 那剛才就這樣子聽當中 我自己有感受到就是 他剛才提到就是說 小朋友很喜歡他 這當中就是一個訊息 就是他很有愛心 包括他剛才敘述他的朋友 喝酒 那個情緒很不好 被就是跟老婆 受不了老婆 那他一直去幫助人家當中 他想要比如說他去豐原 去做那個 當下也是 這個老闆可能跟他承諾就是 可以幫助小朋友 他是因為這個點去的 但是 有可能那個老闆是要他的技術 而不是真的 是想幫助朋友 但是這當中 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善念的時候 要透過去生活的歷練 那剛才我這樣聽起來就是有覺得就是說 都周遭有一股負能量 不好的訊息 那我比如說我們去跟 優異症的人常互動的時候 他的我們兩個人就是會能量交流 那能量交流的時候 我們就會耗掉我們的正能量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再來充電 那自己 就像手機我們自己都要充電 那何況是自己的 所以這個是很科學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剛來的時候 阿紐的那個表情 他也是有一個訊息卡的暗暗的 但是後來也就亮了 那個心就開了 那你說可以來實驗看看 給自己三到六個月 就是讀精英會來精英會 然後聽家人的分享 在家人分享當中都會有很多的訊息 就像我在這邊我也收 其他家人的分享 我都在學習這當中有什麼訊息來告訴我 慢慢慢慢就是一種愛的共振 愛的共振無形當中 就會提升這個智慧 那導師也在講就是很簡單的落實去做 就是不要太多自己的想法去做做做 像智飛來講 剛開始我要接引他之前 我很早就已經想要找他 但是有一段時間就是說 在忙 到後來我打給他 聽他講話當中 他一直在散播那個抱怨的語氣 然後我就回應他一句話 你剛才所談的都是在抱怨散播負能量 那你也知道散播負能量 天也會 那個也會回到自己身上 他就覺得說 我怎麼沒想到 因為人有時候就是被負能量包圍的時候 真的自己都沒辦法去自主 所以要藉助我們 為什麼來經營會 就是藉助能量的共振 然後常讀這本書 甚至這本書都可以帶在身上 它也是一個非常有保護的作用 那很多家人的分享 包括這個書 睡不著還可以放在枕頭下 它也會好睡 這都可以去實驗 並不是我們講玄學 是完全一步一步的自己去做印證 但是印證了以後 是不是生活當中有很多的 我們意想不到的 所以八月二十六號的時候 阿牛你可以好好的思考 我要去講玄學 不要做到我們做一題 原來是講訊的 沒關係 這個有時候就是 等一下課後我們再講 對 好 那今天非常感恩大家 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包括我也覺得聖文來講的話 剛才阿牛沒聽到 聖文之前有分享過 他說他以前是要喝酒 那結果那個高粱酒放在那裡 已經上個月 喝起來就是很難喝 我剛才看 我那個同學 從小我們不會想到現在 我昨天第一次看到他喝酒 你不要誤解說我 那是因為我看到他心底下 他要問我 買一瓶酒來怎麼樣 然後再去這樣 那不是我實在喝酒的 我要表達的訊息是說 像嗜酒奴命的人 他居然喝高粱 那個以前是甘甜的 現在變冷怎麼那麼難喝 就不喝了 這個是一個正能量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樣 我這輩子從年輕 我自己做八大的 我從年輕開始 從小開始就被訓練喝酒 出社會就是天天喝酒 冬天天氣冷肯定喝酒 而且那個酒量也不差 但是我們知道喝酒對身體不好 那又在推廣有機 一邊喝毒藥一邊吃解藥 我就覺得阿神怎麼做這個事情 但是也要戒掉也不容易戒那個習性 莫名其妙我就是來到超級生命密碼的時候 我就會做一個分享 我把導師的相片 放在我的那個介面桌面 就很神奇的幾件事情就發生了 欸 我看到我也前大概 兩年前我也是很低低潮 我曾經齊齊夫婦 但是兩年前就整個一直往下走 莫名其妙 那後來接觸茶碼我整個回想 我整個就貫穿了 那因為是也很感恩天地的安排 讓我們有經過這個生命故事 再來接觸茶碼的時候 那種轉進真的 那種就是所謂的天地的愛 那我們就是要去感恩 無限的感恩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好 感恩大家的分享 交給美麗的主持人 感恩喔 感恩大家今天一起來跟我們共振喔 那我想不管是新朋友或是老朋友喔 今天我們聽到一些朋友的分享 家人們的分享喔 那我想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自己心裡的故事喔 那每一個人也都想 都希望自己生活可以過得更好 然後不要有一些憂鬱的事情喔 那不管你今天認為說 我們接觸到超級生命密碼 大家講的感恩是真的 我覺得唯有每一個人自己打開心門 自己打開心門 然後呢第一個 好好把這本書看完 那好好把它看完以後 然後我們來仔細的 仔細的來那個 譬如說我們藉由手機下載 那個超級生命密碼的那個 夢想舞台這個APP之後 然後我們照著裡面的方法 來做基本潛修一二三 那如果有什麼出路還有什麼疑問的 那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那個 一個機會的時候我們再來討論 或是說私底下我們下了課以後再來討論 那一定要給自己一個機會 給自己一個機會 就是讓我們知道說 為什麼別人有效 那我們就要來試試看 那當我們自己能夠自助的時候 才能得到人助跟天助 那天地愛一直都在 那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借助我們來接觸 稍微生命密碼 然後來落實這其中最基本的 基本潛修一二三心法 那也觀看地址規去堵露了以後 然後讓我們的生活境轉得更好 而且可以傳播給更多需要的人 OK 好那今天感謝大家 我們下禮拜三 禮拜三晚上還有太陽生的導師會 會立零這邊親自主持那個網路供修課程 那所以請大家盡早來 那對對 然後那個這邊有幾本 是那個彰化的金銘學姐她帶來的 要跟大家結緣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自由取悅 OK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的 Stark 謝謝大家 超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